我写的讲道里的这些内容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做梦上帝跟我说的 是经过一些研究 有的东西我没办法放在讲道里讲 所以我就放在这讲 然后这不是你必须接受的东西 你可以觉得说 我觉得有道理 或者我觉得我看过一些其他的解释 这不是一个你必须要接受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益处的 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们手里都有这个handle的吧 我总共印了多少个我忘了 但大家都有对吧 有谁没有 你没有吗 没有 你拿一包 你还有吗 我不去 我不用 我们这两个 一会儿就会 你们有吗 你们都有了 OK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一个cosmology 一个宇宙观的问题 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要写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样子 今天在讲道当中我们也提到了 那我们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 主 求你现在亲自赐智慧和理解力给我们 好 叫我们能够分辨能够鉴别 主 你自己借着你的仆人所写下来的话语 也叫我们能够从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能够学习到你所赐给当年赐给以色列民的这些话 对他们的深刻的含义 也叫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益处 叫我们能够了解到你所被我们预备的 在基督里所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所以叫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 全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是封号耶稣的名 阿们 首先我想要谈的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我们今天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 一个大的框架 一个世界观 一个宇宙观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会决定很多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语言 我们平时会讨论问题的一些方式 对吧 比如说 Love you to the moon 这种语言 它怎么会出现的 这个是我们现代的天文学开始发展之后 才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对吧 对吧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 在诗 在其他的东西里面看到的一些表达方式 特别是在你跨越时间去看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写作的东西 他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 你特别能够感觉出来这种宇宙观的差别 给一个文化造成的 语言上的造成的这种影响 对吧 它用某些表达方式是我们不会用的 我临时也想不出来什么例子了 但是 但是还记得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 在第二节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上帝描写地的状况 另外我想先从第一节开始讲 第一节上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和地 我之前讲到的时候也一笔带过了 对吧 天是指什么 属灵的世界 不可见的世界 地指的是什么 是可见的世界 物质 物质 我们可见的物质宇宙 所以当我这样去解释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解经的方法 不是所有的就业学者都跟我是一个 对吧 都会这样解释 对吧 有些就业的学者会解释为第一节是对 接下来第三节往后的一个总结 对吧 然后先是上帝创造上帝创造天地 那这个天是什么天呢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告诉你 上帝具体怎么创造天 就是在后面解释 但是当我去做出这样的解释的时候 我是在说第一节所说的上帝创造的天地 和第三节往后上帝造那个天 和汉地露出来 从水中露出来 那个地是两回事 所以 所以 所以创世纪第一节说上帝造了天 对吧 这里的天指的是不可见的 不可见的 你可以说属灵的 然后这里面的地 你可以用这个天一 对吧 第一来表示 地是物质 物质宇宙 可见的 可见的物质宇宙 这两个东西呢 它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差别 不是说 好像说 上帝造的这个不可见的天 是在 是在这个宇宙之外 外太空 对吧 不是 不是单纯的这个概念 它之所以用天 是因为这是我们能够 它体现的是这个 这个空间的超越性 这个空间是在我们 在我们理解之上的 但它不一定是空间上的 就是离我们很远 实际上它是临在的 我今天上新成员课的时候 对吧 我简单的给新成员们 总结了一下这个 所以新成员们可以在座的 有听过我在新成员课讲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是cosmology 很重要的东西 还记得 在历代 在这个猎王纪下 当时这个 是西西家吗 先记住 我想的是另外一个事 就是 这个有 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 这个在打仗 但是这个 这个军王很害怕 知道那个对手很强大 然后先知 以丽莎 就祷告 就说 耶和华呀 求你让他能够看见 还记得 还记得这个吗 谁有圣经 我今天帮带我的圣经了 牧师 主持人都不带圣经来的 历代 在这下 不是 猎王纪下 火车 对 有这个火车 你来翻翻 看谁有那个手机 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能找到哪张哪件 猎王纪下 应该是 OK 猎王纪下 第六章 对 对 这是 这是在这个 在这里面 他的 以丽莎祷告 对吧 耶和华呀 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就开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 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着以丽莎 所以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火车火马什么 天君天使 属灵的世界 属灵的受造物 他们没有在 离这很远的地方 他们就在这 但是他们是眼不可见的 你看不见 所以以丽莎祷告之后 上帝开了他的眼 他才能看见 但是他就在这 天跟地 其实是 按照上帝原本的创造 对吧 按理来说 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天跟地是合一的 所以你在地 就是在天 所以说 圣城耶路撒冷 从天降到地上来 所以天和地 最后要连在一起 所以以丽莎祷告的结果 就是上帝 要让那个天堂的 那个降到地上 那个瞬间 让他能够经历到 所以上帝的宝座在这 在天上 是眼不可见 我之前一直想要找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一个类比方式 让大家明白 这个眼不可见的天 跟可见的地之间的这种关系 它不是那种毫不相关的关系 他们是在一起 他在那 但是你看不见 有一些实际家 像Client 他会用暗物质 跟正物质之间的 暗物质 物理学上讲 暗物质跟正物质 他都在那 但是你看不见暗物质 但是我觉得 可能那个有点太高级了 我也不知道 暗物质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都搞不明白 暗物质是什么 所以我也不用这个比喻 我用一个比较 就是我自己 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讲的是 二战的老兵 美国的海军老兵 讲述他们经历 那个核弹试暴的那个场景 有一个很短的纪录片 就讲这些老兵讲述 当时他们美国海军 扔这个 在日本扔原子弹之前 他们现在太平洋上试炸 试暴 这个原子弹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这个老兵呢 他就是船上的船员 去执行这个任务 当时他们的 他们得到的这个命令 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但是他们就命令说 你们要去这个海域 然后到开到这的时候 停船 停了船之后 要把身背过去 转身 然后把眼睛捂住 把眼睛捂住 然后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就记录说 突然一瞬间 一个 就是 他虽然是闭着眼睛 然后这手这样闭着眼 他能看见自己的骨头 血管 因为那个核弹爆炸 产生那个光的强度非常大 能够穿透像X光一样 能够穿透你的眼皮 你闭着眼 你的眼皮这么厚 那个光 进到你的眼皮 让你看到你的骨头 看到我的血管 里面的血液在流动 你原来看不见 但是现在你看见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超强的光 你的骨头是在那的 对吧 它就在那 但是因为有东西挡着 你的眼睛看不见 不是说骨头不存在 不是说那个血液流动不存在 那血液流动都在里头 对吧 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阻隔了 但是当有一个强大的 一个超过于平常的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光 照过来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 你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我当我看到 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就想到 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对吧 天开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原来看不见的东西 现在因为上帝的光 对吧 如果原子弹的光 都能让你看到 你平时看不见的 你知道那老兵都说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 那个核弹产生那个光 那么的刺眼 如果一个我们人能够造出来的核弹 都能让一个人如此的震惊 上帝所发出的光芒 当上帝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当耶稣说 当人子架着云 荣耀的与众天军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 所以有人说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在全地球上都看着他呢 你们有没有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耶稣在纽约降临 我在这怎么能看到他呢 我们还是在用属地的思维 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吧 如果你跟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 核弹爆炸那个光的时候 你跟他说 我能看到骨头 怎么可能不可能 但是他经历过了 他知道那个光的强度 他就知道真的能 所以我们今天从来没有人能够看到过 耶稣基督的荣耀 从来没有人真的看到过 但是彼得 雅各 约翰他们看到 登山变相的时候 他们看到过 彼得傻了吧唧的时候 我们来造三个帐篷吧 对吧 但是他什么 那个经文里面说什么 他们大大的惧怕 他们特别害怕 对不对 就跟那个海军的老兵 看到那核弹的光 惧怕那种心是一样的 所以 一讲 一样 是 但是我是analogy by analogy 对 就是有一些东西会阻隔我们的肉眼 是看不见的 我知道 这肯定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这是一个类比 但是可能就是 在我说 那到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属灵的现实 我怎么能够看到上帝的宝座 这些这些 就是那层 对吧 那层阻隔我们的视线的 或者是有一个光出现 是我们看到 我们看不见 说了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说这个之后就是 接下来第二节 就开始解释这个地 对吧 在这个地当中 第二节开始 地是空虚混沌 湮变黑暗 然后 从地里面又产生了 在属地的领域里面的 天 对吧 有一个天二 对吧 上帝称空气是天 第二日造 要有空气 要把上面的水 跟下面的水割开 这个空气是天 但是这个天 是在地里面的天 然后 第三天上帝要说 水要聚到一处 要汉地露出来 然后上帝称这汉地是地 这里的地 是另外一个地 这是这个第二 也是在这个地里面的地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圣经给我们呈现的 一个大的宇宙观的 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会 会用 我们会用 这叫 天一 叫做 天一 天一叫做 upper register 叫什么 就是 上面的 上面的世界 怎么怎么怎么翻译 upper register 上面的世界 然后地 是 lower register 所以当你说 天是耶和华的宝座 说的是哪个天 说是上面的天 为什么要用天呢 那这也用天 为什么 analogy analogy 类比性的语言 analogical language 属地的天 我们只能知道 属地的天 我们不知道 这个 真正的上帝宝座所在的天 所以上帝用我们 所能够理解的语言 去形容 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 所以 你看每次说 上帝要来的时候 说架着云才来的 不要想成孙悟空 不是孙悟空架个金斗云 他是在用我们属地的语言 去描写 属天的事情 我们无法理解 上帝的显现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只能 去用这个属地里的天 去类比这个上面的天 OK 所以天是耶和华的宝座 地 他给了人 所以这里面的地 包括所有的 可见的物质宇宙 所以今天你会说 我们今天都跑到外太空去了 我们都能发射 这个碳月什么 碳火星的这些仪器了 我们还需要圣经干嘛呢 对吧 你还没出这个圈呢 你还在这个地 这个圈里头 只不过原来你觉得 这个就是地了 这个就是人类的范畴 第二就是人类的范畴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 哦 在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发射 航天 航空航天 什么 那还是在这 我们还没 我们永远无法冲到上帝的境界当中 所以在神跟受造界之间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甚至就算是这个天一 也是受造界 天使在这里面 但是他们也是受造 上帝是超越这个天一之上 只不过他愿意在这个天一这 安置他的宝座 OK 所以这个是 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一节第二节 OK 然后那接下来 对吧 我们就要讲讲这个 为什么摩西写作这个 要用这些 用这些词 偷呼 把呜呼 对吧 这是为什么要用这些词 所以你们的handout里面 我给你们提到了 在 埃及 Hermapolis 这个城市 还有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Heliopolis 在Hermapolis这个城市里面 他们开始出现这种 写作的一个 出现这个叫做原始的八方神 原始八方神 这个叫做 Octoad of Hermopolis Octoad Octoad 其实就是指的是八角形的意思 八角形呢 就是 有八个神 这八个神 是四次相对的 所以我在最上面 给你看到这个 Octoad 这八个神 四对 对吧 这四对呢 就是 Nu Nu就是 水 水神 大水 也就是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的深渊 BEEP 是那种 盼不到底的深的重水 然后 第二个叫做 Hahu Hahu的意思是没有边界的意思 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 Void 空 空的意思 希伯来语里面叫做Tohu 然后 Kaku 或者是叫做Kui 是指的是 黑暗 Darkness 然后 这是 这是最 最基本的 所以 所以你看第二节 说什么 D起初是 空虚混沌和Hu Tohu Wa'u Hu Yuan Mian Water Nu 黑暗 是吧 大水之上的黑暗 然后 Amun 然后另外一个神 叫做Amun 它是 风的意思 Wind 吹气的意思 然后上面 然后说 神的灵运行在 Moon上 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 这是创世纪 第一章第二节的背景 你这么 你就知道摩西 写东西 对吧 它是写给以色列人 他们一听就能听懂的 哦 这个是 他在说这个事 对吧 他在说 但是在 埃及的神话里面 这是在 创造世界之前的 世界的 一个混沌的状态 对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好点 这个在 现在旧约学者当中 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那个 就是翻译成风 风在水面上吹 但是 对吧 我们不需要 但是当我们 回过头来说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 那个Holy Spirit 是第三位格的上帝 就是结合整本圣经的 但是那个用词 在那里面写作的时候 的背景是这样 对吧 你 你不一定会说 摩西那个时候 就 他就 他又想 把这个三维体的真理 把它写进去 或者怎么样 也许是有一个渐进性 对吧 但是我只是说 在那个大的背景之下 这个是那个大的背景 对吧 阿牧 阿牧 这个 那你说 那是不是 其中有一个是神 对吧 其他的不是神 但其中有一个是神 对 这个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你 你做研究 有的时候 你就会 要问一些hard questions 有的时候 你需要reconcile一些东西 但是我只是把这个 给你呈现 我没有 我没有在为 做任何的那什么 OK 然后从这个 Ogdo Ad 从这个原始的神 从 在埃及的神话里面 从这个原始的神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光之神 OK 然后这个光之神 开始生其他的神 这个到了Heliopolis 这个地方 他出现了Heliopolis的九神 埃及的九神 九个神就是叫做 An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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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Heliopolis 我刚才提到Heliopolis是哪儿 Heliopolis就是约瑟结婚的地方 Heliopolis 约瑟娶的老婆 就是Heliopolis祭司的女儿 所以约瑟知道 Aniad是什么 约瑟知道 这个 所以Aniad 这是原始的 对吧 这是pre-creation 这是pre-creation 这是在创造之前 然后从原始混沌的这些神明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出来了一个光之神 这个光之神叫做 Atom 这个光之神从这儿出来一个 叫做Atom 这个Atom说是 它是在Moon上 一直在飘着的 一个Atom 这个神是光 Atom是创造一切的神 它的代表是太阳 Atom后来又化身 又复生成Ra 所以到后期的埃及神话里面 叫Ra Atom 这两个名字 放在一起 Ra或者叫Re Re Atom 就是指太阳神 但是Atom 一开始是Atom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创世纪第一 有的时候 你又没有问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天上去造了什么 造了光和暗 对吧 但我知道晚逸 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That's fine 对吧 他当然比我更专业 但是他没有研究过埃及 他没有研究埃及 他研究埃及 Mesopotamian 你读创世纪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经常会有人想 为什么第一日跟第四日要分开 第一日造了光 但是第四日造太阳 然后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太阳怎么有光 怎么在地球上能够看到光 是吧 因为你问过这些问题 你就是都是用科学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用这种方法去思考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去解释 包括我刚才给你们讲到的时候 提到过一种解释 叫做framework 就是说第一日造的光 是一个光和暗的一个领域 把这个把它一个概念化 是一种概念 然后在第七日 再来统治这个光暗的领域的 这个太阳月亮 然后像万一的解释是 光暗代表的是时间的概念 然后太阳月亮星星代表的是 统治这个时间的节期的这些领主 这些rulers 我不会反对这种解释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我也觉得很好 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 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去切入 我没有否认其他的角度 你也可以去切入 这个角度就是说 跟埃及的神话有关 因为在埃及的神话里 Atum是首先出现的 它是代表的光 但是Ra 是后来才出来的 是Atum 是Atum变成了Ra 或者是 Atum造了 造完了 一会儿我在讲 造了两个神 然后这两个神 又造了两个神 然后又造了四个神 然后最后Atum 化身成为Ra Ra是太阳 化身成为太阳 所以Atum本身 你可以说它是太阳 你也可以说它不是太阳 它是一个supernatural 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光 但是它造完了这些之后 它自己就化身成太阳 所以在Atum出现的时候 和太阳出现中间是有一个空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理解说 以色列人不会觉得这东西很奇怪 他不会按照我们今天现代科学的角度去思考 没有太阳怎么有光 他理解了 因为Atum出现的时候 Ra没有 没有Ra Atum比Ra更早 对吧 这是我觉得 我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 然后接下来上帝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跟暗分开了 对吧 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为啥呢 上帝把光跟暗分开了 你要记得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 他们会想起什么 他们会想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经历过的实灾里面有黑暗之灾 还记得吗 那个黑暗之灾当时出埃及记载什么 埃及遍地都黑暗了三天 三天三夜 都是黑的 全埃及没有一个亮光的地方 只有在以色列家有亮光 只有以色列家有亮光 然后有意思的是 我刚才提到了埃及法老 对吧 这个Atum 这个Ra是太阳啊 这是太阳 埃及法老是太阳之子 是Ra的儿子 或者是Ra在肉身当中的显现 埃及人是崇拜太阳的 整个埃及神话的创世的最高峰 是太阳第一次升起 所以就是法老 Ra出现 那你想一想 这个有多么重要 以色列人知道说 现在你不是太阳之子吗 你不是太阳神吗 法老你不是创造光的吗 怎么最后以埃及遍地黑暗三天三夜 你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你控制不了光 你控制不了光 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法老你把太阳升起 你看埃及那个图画 我现在没有给大家太多 埃及的那个图画里 法老把太阳举起来了 看到吗 或者法老头上有个太阳 所以法老的这个直接挑战了法老 关于是作为太阳神 或者太阳之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而且上帝就在说 埃及都黑暗了 以色列家有亮光 你看谁 你看谁是 就算你把法老当作是 真的是当作是光神 我比光还 我比控制光的还大 我叫你在哪出现 你就在哪出现 所以这个表明了 耶和华超越光和暗 然后接下来 阿腿 阿腿生了两个孩子 这个跟创世纪的第二天有关系 第一天造了光 对吧 上帝造了光 所以上帝是超越阿腿的 OK 然后第二天上帝说 在重水之间要有空气 这空气 中文把它和本翻译成空气 如果你读新一本叫什么 穷仓 叫穷仓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有点像一个大铁片似的一个东西 对像一个 有的时候是用金属打造的 对像棚顶似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很 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说解释成一个很坚硬的一个东西 但是也有说是一个大气层 对吧 那针对的什么 针对的是埃及生化里面 阿腿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叫树 树是什么 树是空气 树是air dry air 就是比较 就是干燥的空气 然后还生了一个女儿 它永远都是男女 双生的 叫 tifnude tifnude是潮湿的空气 反正都是空气 所以在埃及神话里面 树出现了 树被说是atum打的喷嚏 或者是 就是从鼻孔里面 atum呼的一口气 就是树 树是空气 所以创世纪第二天造空气 树来干嘛呢 树来是要分别 分开 分开什么呢 分开 它俩后来又生了两个 一个是大地 gab 一个是天空 nut 这个天空还记得 这个天空就是以色列亚伦 给他们造的金牛犊 就是nut 所以树 gab和nut原来是两口子 它俩是夫妻 它俩仅仅的依偎在一起 从永恒就彼此相爱 他俩仅仅的抱在一起 所以天空女神跟大地男神 他俩仅仅的相依在一起 然后树很讨厌 树过来就拆散活冤家 对吧 拆散鸳鸯 树就吹到他们中间 把他俩给分开了 所以树把nut推到天上去 把gab踩在脚底下 所以天地开始分出来了 所以你注意到一个细节 创世纪写到上帝创造第二日的时候 上帝说珠水之间又有空气 然后又要把天上的水 天下的水分开 然后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 很有趣的是 在第二日上帝没有说一句话 是你觉得应该说的 其实subtuition其实是一本加进去了字 是啥呢 上帝看这是好的 但是实际上原文里面没有 第二天上帝没有说 分开之后说这是好的 然后翻译圣经的人觉得说 感觉是不是原作者落下了 我给添上去吧 subtuition就开始搞怪 所以现在学了研究 到底原本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呢 搞得我们很头疼 但是其实西伯来语言文里面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呢 所以你知道 我要把这些事都在讲道里面给你讲了 我这篇讲道就不用干别的了 所以我留在这给你讲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针对重水 针对这个 针对Nun所发出的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 还记得第二节说 这个Nun有什么问题 这个重水有什么问题 这个重水遮盖了地面 渊面黑暗 这个没有地没有漏出来 所以它的最终的结果是要让地从水中分离出来 但是第二天造完了之后 这个地还没有漏出来 所以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Nun还没有被 用一种诗意的表达 就是Nun还没有被击败 所以上帝的工作还没干完 所以上帝说我只干了一半 我就不看这是好的 但是接下来汉地露出来了 上帝说什么 这是好的 看到了吗 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的地方 安插的地方 都不是随便写的 为什么汉地露出来之后是好的 因为大水遮盖地面的这个情况被改善了 Nun被 你可以这样说 Nun被上帝压下去了 然后对 所以大水 所以第三日 针对大水做出回应之后 上帝才说 水聚在一处之后 上帝才说 神看着这是好的 所以你看诗篇104篇 那里面说 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能再转回遮盖地面 所以那里面诗人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描写 感觉好像耶和华就命令Nun说 你就在这停着 斥责Nun说 不能过去 所以彰显的是耶和华的这种权威性 所以 这个基本上到这儿 然后再接下来他们再生的孩子我就不讲了 讲不完 他们再接下来 这个故事跟 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接下来的故事跟这个圣经里面的其他故事也是相关的 他们接下来生了四个孩子 两兄弟 一个叫Orisis 一个是Sat Orisis娶了一个老婆叫Isis 他娶了一个老婆叫Nephesus 然后他是秩序之神 他是公义之神 真理之神 Orisis 然后Sat是混乱之神 所以他俩发生啥事了呢 他俩发生的事就是 该隐跟亚伯之间发生的事 就是Sat把Orisis给杀死了 出于嫉妒 他觉得Orisis不配当国王 Orisis是第一个王 然后他就来篡位 所以Sat就把他的兄弟给杀死了 但是后来他老婆Isis是复活女神 所以又把他老婆给复活了 这是埃及神话 我后面就不讲了 但是到这儿是跟创世有关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这是我觉得 你去理解创世纪第一章 为什么这样写作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背景 我就讲到这儿 你们听我讲完了之后 有什么感觉 所以摩西深夜针对他当时的背景 他所受的教育 从埃及的那些神明中 去写的一些让以色列人能够了解 可是看你这样子 这些埃及的神明 可以对上我们创世纪写的这种 那为什么埃及他们讲的东西 会跟我们诗的成长 怎么这么结极呢 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会这样对应呢 一个方 对 你是问了很好的问题 对吧 这个 就是我只是把原材料给你们呈现了 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 假设你是一个埃及的考古学家 OK 假设你是个基督徒 对吧 你去埃及考古 然后你就挖出来这些丧葬文本 然后你会读埃及文 然后你就把这些读出来 然后你就发现 哦 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解释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文本呈现出来 但是接下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 OK 比如说比较偏自由派的 就是左派的 对吧 就是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特殊的启示 漠视出来的 他们就会说 哦 那创世纪就是跟古埃及的这些神话 都是一样的神话故事而已 只不过换了个名字 对吧 等等等等 那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 对吧 所以你应该怎么解释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open-ended question 那我的意思是 埃及人为什么这么厉害 他们怎么会知道神的创造呢 对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不知道 他们发布一些神明 I don't know 可以吻合我们创世纪所记录的这些东西吗 对 可以 我觉得 问问你老公 有一种可能是 上面原始的版本 当人家传到各种人可以做什么 他会有些遗迹 他会被那类伤 就比如说 像在梅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面 都有挪亚的故事 都有洪水的故事 只不过那里面的英雄不是挪亚 你会发现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 但是因为可能如果想到 如果想到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 所以他们创造这样子的神话路上 但我的意思是 像这个在造世界之前的 就是像你刚刚的creation 然后creation发展 为什么埃及的神话里面 会有这样子这么稳和圣经讲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 亚当 亚当传父母的儿子的时候 正确的就是 传到模型这一个 这个实现 而其他的地方就开始变了 但是会有类似的 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基督徒们 彼此辩论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想知道 我们没有答案 所以这是一个 对 就是谁抄谁的问题 那么呢就是有人一早说 那我是愿意讲这种 就是一种说法 没有 这是open open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 摩西也不是自己做一个梦就用了 摩西也是西伯来人从他很先一代一代传下的 所以应该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抄这个 抄这个西伯来人从他 就是说它是这个破水 但是后来经过几千年几万年以后 这个大家的故事都不一样 但是呢 总体的一些主要的部件都是一样 什么洪水啊 有一个方舟啊 有的时候方舟是像船 有的时候方舟是正方形的 就是怎么会就船完以后就不一样了 但是埃及的时候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也是应该它始终上去很像的 但是呢最早的这个始终是什么样的 对 就是西伯来人没有 就是我们对 从亚当这个是自在下来的正式的神族 他们有一个horror的神族 对 只不过是到摩西的时候写出来 对 这样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们没有人告诉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只是看到出 这个现实是这样子 OK 我们怎么去解释 这个埃及被我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学的都是没所谈的 对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都是 对 我就做这些研究 没有埃及的之类的 但这个就是证明了 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organic 就是说圣经不是空学来程 不是说是哪一个天上调整的 它是从历史 它是一个历史 嗯 一步一步走出来 它是整个是整个是生长的 不是天上调整的 先讲 我刚才讲的这个只是一个大杂汇汇总起来的 大概一个普遍的大杂汇 对 你去对你去Heliopolis挖一个木出来 是是是是一个一个版本 你去Hermapolis去挖又是一个版本 你去Memphis 又是一个版本 但是它它是很乱的 对吧 有可能是说人家神创造的天使啊 这个天使啊 天使啊 会是神在那个就是说 会是神创造的那些 你说 天使是受造的 天使是被上帝造的 像这些所说的传说也好 这些东西会不会是真正的当时存在的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的话 就是第二世纪的诺斯蒂主义 诺斯蒂主义就是 诺斯蒂主义其实就是 他们觉得古埃及的这些 古代埃及的这些神话是是真的 就是真的有这个set 或者真的有什么 然后他们是某一些灵体 他们是天使等等等等 然后再有不同的党次阶级 对 所以 我们不是诺斯蒂主义 他们说就是说 对对 我觉得如果按照创世纪第一章 对第一节 如果你认为它是 第一节说的天使属灵世界的话 那应该是先造的天使 对 对天一里面 是先造的人还是先造的天使 所以应该是天使 天使先 如果按照我们那样解读 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里面天使的是属灵的世界 然后接下来聚焦的地 对吧 是在后面 是在造完天之后 再造的地的话 那么可以这样解释 天使是服务人 所以上帝在造人之前 这些预先造天使 对 我觉得对我觉得挺好的 已经解经非常好 这就是已经解经 天使是在时间之外的时间之内 That's a good question 我觉得应该是在时间之内 创造之后才有 对 但它可能不占据空间 天使可能也会到火湖里 如果它是堕落的天使 它会被上帝送到火湖里 我们的开始 我们开始这个 对吧 这非常好 这就是你知道吗 这就是开始你们在思考了 对吧 我们就开始在思考了 对吧 就不再是 就是中国式的填鸭式教育 对吧 就是你们开始在思考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希望看到 我就给你们一些东西去刺激 刺激你们的思想 我也没有答案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把这个 我看到的东西告诉你们 所以现在 之所以我们没有学古埃及 是因为过去一百多年的传统 把五经跟美索普达米亚连在一起 那我最近看到一些 就是开始 古埃及的这些研究开始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 连着这个 它的背景应该是这个背景 还不是美党 美索普达米亚 美索普达米亚连在一起 美索普达米亚连在一起 那些什么 美索普达米亚连在一起 那些他的模式是什么 从创造的角度来说 美索普达米亚连在一起 应该他的生长 是这个模式的 有点道理 所以我 我们也不知道 让学 这两个字间有什么交流 对 而且你知道 Horland说 Horland说 摩西应该知道 I Numa I Lish 我说 我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 哇 他这么确定吗 他很确定啊 应该讲摩西的knowledge不光是来自 埃及 也不光来自埃及 对 我觉得没所谓 因为他在西乃山里上 摆了四十周夜 神人他讲了多少 四十个周夜 而且他下来告诉 这个是上帝说的 这个是上帝说的 他写出来的这个摩西文体 实际上是有传统 也有特殊启示 也有上帝的末世 对 well 感觉你们感觉还有收获吗 就是感觉有趣吗 喜欢这样学吗 当然 我感觉喜欢的时候 这是异端 这是异端 所以OK 如果你们觉得有趣的话 那我就觉得没摆做这个事情 我本来想 今天我们要讲不讲教会治理 纸粪 还是趁热打铁给你们讲点这个 然后这个OK 好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吗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次的感谢你 给我们这段时间来 去思想 你借着摩西所书写下来的创世记 让我们知道这些话 这些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并不是 并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借着 借着有机的漠视的过程 借着 你的确对那个时代的你的百姓 去讲话 并且叫他们能够认识你 认识你是超越的独一的上帝 让他们摆脱各样的迷信 跟偶像的崇拜 主我们祈求你也借着这些话语 来鼓励我们 叫我们也能够倚靠你 你是独一的上帝 让我们知道你的超越 让我们见到你的全能 见到你的永恒 我们也感谢你 你是如此超越的一位神 就甘愿把你的爱子赐下来 给我们 与我们同在 你甘愿与人同住 所以我们是有何等大的尊荣 求你继续兼顾我们的信心 带领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 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 各样的工作侍奉 能够讨你的喜悦 再次在下一个主日 帮我们招聚会来 继续地敬拜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祈求 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